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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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里 因为薛之谦是第一次来 先来认识一下 没错啦 以后要把你推倒在 这个沙滩上的后浪人 这新人背出啊 你看这个帅的一个美的 对眼神 你觉得最有可能 把你推倒的是哪一位 你说个子吗 如果在外形 个子就不用比了 基本上每个 我觉得这个很壮啊 身材很好 我觉得你应该挑他啊 因为这样的话 比个子你们还差不多 就基本上不会死得很难看 这个算取笑我吗 可是我跟你说 真正有成就的都不在高啊 想要在于实力上 没错 我也觉得 那我们随机的来问一下好了 钟书琪同学 你觉得这位大师哥怎样 帅 好可爱的女孩子 我来介绍一下 在这里 我觉得今天最心酸的是一个人 因为他本来是班长 但是经过几轮的课之后 班上同学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就变成小组长了 是哪一个 李欧同学 李欧同学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也发片的话 你觉得在市场上 你和这一位哪一个更有胜算 你说今天 那怎么说啊 我觉得他有胜算 但是我可能也有点胜算 这就是我们班长了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班级里面 同学有多么的有个性了 从老师身上就看得出来 是是是是我们先请同学们入座 耶 好有 开始上课了 是是是在这里要告诉你 今天作为这里的同学 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获得了 中国移动提供给他们的 五十万次的音乐下载 五十万次很不容易啦 那当然了 真的我这个很有数的 我记得你以前有一首歌 铃声下载可不得了是不是 最高的那首是吧 就是认真的选 认真的选 那个时候有多少量 其实像那首歌 到目前为止 最高也就五百万次 所以你是用一种很骄傲的态度 在说出这个事实吗 怎么会嘛 真是的 我们家怎么哪有这么骄傲 五百万次喔 是我们可能获得第一名的同学 会获得的福利 说了那么多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三位重量级的老师 那这一位呢 是非常资深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然后在各大比赛当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他一脸严肃的 说出很专业的点子 没错啦 然后欢迎五周童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这一位喔 这位老师我跟你说 我认识他有很久了 也是最近发了一首新歌 他这个年少的时候 是帅哥一个 很帅很帅嘛 现在的时候是魅力中年男 有请我们的李全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可能不得了的红喔 对对对 这最近红的不得了 真的是有一首歌你 传奇会不会唱 传奇我就不会啦 那个难度太高了 王妃唱了真的 那你会 我会传说 这是我上一张专辑 我自己写的歌曲 好 要介绍一下最近王妃老师唱的传奇 幕后推手就是这一位 没错 李健 李健老师 今天三位老师你觉得 从面向上看喔 哪一位比较难搞 我觉得三位好像看上去都很难搞 到现在连笑都不笑了 没有李全老师这个表情就是笑了 他是闷笑的 对 这样就已经是很愉悦的心情表达了 他平时在家里就一直这样笑的 你是偶笑好不好 你是偶笑你不要这样 但我今天觉得 伍周彤老师和李健老师应该会蛮严厉的 没没没没错 看上去样子就很严厉 我跟你说啊 比赛一定要严厉 要不然细皮笑脸过来比什么 对不对 真是 今天辅导课程的内容是 旧曲新编 拉丁 戏曲 摇滚 Hip Hop 同学们选择的风格不压足 MIC再次爆笑演出 全场为之绝导 尼姑明星学院 下一节为您呈现 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 翻唱林俊杰和阿萨合唱的小酒窝 女同学将逐一选择合作伙伴 以不同风格演绎这首歌曲 请出我们的钟舒淇还有李轩荣 邀请两位 邀请两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女生挑选 同学男同学来做搭档 那哪位男同学愿意跟轩荣做搭档的 可以举手 没有男生愿意举手吗 那轩荣只能强迫选一个 好 你要强迫谁 没有 据我所知小新好像会唱这首 对 为什么会选小新 小新和轩荣算一换 因为我私底下好像听说她会唱这首 所以我就想做选她 舒淇来挑选一位男同学 有谁愿意跟舒淇合作的请举手 你自己男孩子都好腼腆 舒淇你想要挑谁跟你搭档 我挑衣服跟我头发一样颜色的 衣服和脸 来 朱一伟同学 舒淇为什么会挑朱一伟 因为因为她她就很强啊 哦 歌唱很强 哦 歌唱很强 朱一伟被舒淇挑到心情怎样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当舒淇说你很强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改变 呃 还好啦 我觉得我们蜜姑明星学院的学员 每个都很强 他很有知识 对对对对 那两组同学看你们的表现了 小九哦 有请 有请 首先有请李轩荣和小新 今天我们带来拉丁版小九哦 好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 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 为我生气 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没有叫 缘分让我们慢慢轻扛 然后孤单被吞磨了 无聊变得又花了 又变化了 小九我唱睫毛 迷人的无可救押 我慢慢了不掉 感觉消失的最好 终于找到 心用灵晰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谢谢 下面有请 中书期 朱伊伟为我们带来 雷鬼版小九窝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靠 和一个拥抱 谁替我祈祷 替我烦恼 为我生气 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没有叫 人们让我们慢慢轻扛 让我孤单被吞磨了 无聊变得又花了 又变化了 小九我唱群毛 一爱到不甘就要 我慢慢了不掉 感觉像不醉了 终于找到 心中美来的美好 被追射着我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谢谢男主居主 謝謝 和我们系主任的点评 李全老师 幸好不打分 因为如果要打分的话 可能刚刚两首歌的 那个分数是不会太高的 因为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的排练的时间 或者默契那个程度 真的还不太够 下面的歌曲 一定要好好去表现 谢谢啊 老师提出意见 辅导课嘛 现在还比较轻松一点点 同学们放松 心态唱就好了 那也谢谢我们四位同学 请入座 谢谢 谢谢 男同学面对的第二道题目 是翻唱林俊杰的江南 同样 同学们将根据喜好 自选风格 自由演绎 有请李游给我们带来 《姚勇版的江南》 闻到了这里 铁石面 闻着过客的思念 闻着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 连成仙 缠着我们流连 人世间 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就是缘 在我身边 缘分写在三首 事上面 爱有缓分 之一天 我们就藏在 这一边 圈圈圆圆圈圈圈 天天亮亮天天的我 是谁看你的脸 神奇的温柔 埋怨的温柔 的脸 耶耶耶 不懂爱很清楚 牵扰的我们 还以为想爱 就像风云般伤变 生气爱一天 地过永远 在这一刹那封建了时间 不懂怎样表现 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寻听 只是古老的传言 宇宙的有多痛 痛有多痛 当梦被埋在江南 监狱中 心碎了残垢 谢谢 有请周定伟 为我们带来 V gossip版的江南 找到这里只是 mystery 连住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占成线 缠着我们留恋的时间 你在身边就是缘 缘分写在三生世上面 爱的万分之一天 命运我就站在这一点 圈圈圆圆圈圈 甜甜甜甜甜甜甜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 生气的温柔 埋怨的温柔的脸 你都爱恨情就接到着我们 会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身边 相信还有一天 经过永远 在街底下那冬季了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寻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你就能有多重 总有多浓雾 当梦被埋在江南连雨就破 心碎了才懂 谢谢周定伟 下面有请MIC男团为我们带来 中东阿拉伯版的江南 碰到这里又是你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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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过歌的思念 哎哟哎哟哎哟 遇到了这里沉沉 哎哟哎哟哎哟 哎哟哎哟哎哟 你在身边就是缘 我会写在三城市上面 还有万分这一天 你也我就站在这一天 春春月月圈圈啊 天天夜夜天天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啊 为你的温柔啊 把你的温柔的脸 哇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就在你 五个外分心超煎熬的一分 都以为相爱就是空云之善变 想起那一天 一波永远 在这一时间超大的世界 五分红毛表现温柔的我们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要善变 你手能有多多 都有多多 他没白在江南也欲作 心碎了彩虹 谢谢大家我们是MIC 谢谢MIC 下面有请朱依瑋为我们带来 戏曲版的《江南》 谢谢MIC 谢谢MIC 我像星中的四年 人生成胆的四年 运到这里变成前 等等我的三生的身边 企业的父亲 还是一个碗重事相片 太阳温暖这一天 不再活得两大的世界 远远天天天天 远远圈圈的我 伤痕看你的脸 混去的温柔 埋怨的温柔的脸 不懂爱恨紧张煎熬的我们 还以为相爱只是风云的闪脸 像现在一天 一波永远 再放上一个刹那的世界 不懂爱恨紧张煎熬的我们 还以为相爱只是风云的闪脸 这种爱有多痛 爱有多痛 同堂那里对江南言语中 很心碎了才懂 谢谢 谢谢我们的男同学 那吴周洪老师 刚才看完他们的眼睛以后 你会想起来 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一首非常平淡的歌曲改变 是很容易的 但是像这种比较有个性的歌曲 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要改变 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 这样一种不同个性的这种呈现 好 谢谢我们的老师 也谢谢同学们的精彩表现 好了 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哦 只要登陆12530网站 下载任意一首 米谷明星学院的彩琳 就有机会获得由 JJ林俊杰亲自设计的 限量版T恤和签名专辑哦 好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重头戏 其中考试开始了 开始了 学籍生死战一触即发 六强中将有一人离开课堂 周书琪 李轩荣 会不会延续辅导课时的不良状态呢 大家又会用怎样的表演避免待定 米谷明星学院下一节即将揭晓 接下来今天我们的重头戏 其中考试开始了 开始吧 其实今天呢我们算是六进五 也就是学籍生死战 也就是说今天会有一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就是在这里有六组同学 其实能够进入到下一节课的只有五组 其中考试 学籍生死战马上开始 首先六名同学将会按中国移动用户 综合人气排行榜排名 前两名同学PK胜者晋级 败者待定 与排名第三的同学PK胜者晋级 败者待定 以此类推 评分标准由五部分组成 包括大众评审 12530 飞信 手机报 移动梦网 12580 移动五大业务 三位系主任 中国移动用户综合人气 和媒体关注指数 六组同学比完 分数最低的同学将战事离开 密估明星学院的舞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人气榜的排位到底是怎样的 请看 第六名的是 周毅伟 十一点三分 第五名的是 李欧 十四分 第四名的是 钟淑琪 十五点八分 前三甲第三名的是 李轩荣 十七点七分 第二名 周定伟 十八点五分 所以冠军就是 MIC男团 十八点九分 好 我们根据这个顺序会一一应战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否在关注 米谷明星学院呢 前六强的动态呢 登陆 米谷明星学院官方网站 www.12530.com 加入粉丝团 你就有机会 请临现场 为你喜欢的学员 当场加油打气 好 抓紧时间 我们从第一位 也就是第一名开始 MIC男团 有请 有请 MIC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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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满足感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男团 他给我的最大的一种感受 如果要说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在音乐性和演唱部分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们今后还要在 每个人的个性方面 在音乐性的个性方面 还要突出一些 因为一个男团的实力 除了现在非常整齐 这样一种整体形象之外 可能像每个人的声音的特点 可能还要通过一些方式体现出来 要把自己的声音上的绝招再找到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厉害 你男性老师都被深深打动了 李全老师的音乐口味 跟一般的 不太一样 那李全老师看刚才表演怎样 你们的声音不够稳定 然后 其实我觉得 你们每个人的功力 参差不起 但是我觉得 这些所有的都不能妨碍 你们具有中国内地 最有潜质的 优质组合的 所有这些条件 你们已经具备了 希望你们下面的每一首歌曲 都可以 把所有的创意都带给我 所有的老师 我们来听听看 李建老师 你看了之后觉得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大火的 没有 人简易灾 对 简单利落 那接下来 MIC 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 包括我们的大众评审 要给你们打分了 各位老师请准备好 各位请亮分 我们也会加上 最初他们的人气分 以及媒体分 有一个最终的评价 到底总得分是几分呢 满分100分 我们来看看 MIC作为第一位出场的 第一组出场的同学 他们能够拿到几分 我们来看看 三位老师还在思考 三位老师会给出 多少分 专业分呢 每位老师有5分 三位老师加起来就有15分 15分 后面我们是50位大众评审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李健老师给出了4分 李全老师给出4分 武周彤老师给出了5分 所以总分是 86.9分 哎 不错的成绩哦 恭喜我们的MIC 但是啊 因为你们是第一组唱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是个车轮战 如果这个第二组的分数 比你们高的话 你们依然是不安全的 所以现在先请你们五位 到带定区等候 好不好 好 来 稍微等一下 请入带定区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二位 周定伟同学 看看在重压之后 他是不是有超常发挥呢 有请周定伟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i know the melody we're gonna bring it to the end come on now i know the car i drive and i wear it around my neck all that matters so you recognize it's just about respect it doesn't matter so the clothes i wear and where i go and why all that matters so you get high but we'll do it to you every time come on now i know the wonder why why i know what you have i know what you are i know what you are feel it when your vibe starts to lie and beat you can't stop and the music's all you got this must be dirty pop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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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t stop i know you like this dirty pop do you ever want to do it ever wonder why i know what you are i know what you are i know what you are feel it when your vibe starts to lie and beat you can't stop and the music's all you got y know what's the nicotine bo 謝謝 謝謝周定偉 謝謝我們的DANCER老師 每次看定偉表演 我就覺得特別心疼 因為每次他都是體力活 你知道嗎 跳完很喘 我每次跳完也很喘 對,邊唱邊跳是不是很難 很累的 對 接下來我們請評偉老師 給我們的定偉 剛才這段表演 做出點評 李健老師 其實我覺得周定偉已經很成熟了 他已經超過很多那些 已經成名的歌手了 他可能就需要一個好的宣傳 需要幾首屬於自己的歌 就沒問題了 因為你唱那些歌 跳那些舞我都做不了 李健老師剛才那個表揚 應該有這個對周定偉是一種鼓勵 肯定 吳周彤老師 您有不同的看法嗎 舞蹈也跳得好 歌也唱得好 但是我個人傾向於 你還是以你的歌曲取勝 你的聲音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你從你的外型 和整個的氣勢來說的話 要舞蹈去征服人的話 我個人認為會比較難 而你的聲音是有特點的 非常的溫暖 那你是不是可以從音樂的情感上 然後呢 真的是找到一首 足以打動人心的歌曲 而且呢 用你的聲音去迷倒很多的人 我覺得你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過現在的經歷 或者是你的注意力 會有些分散 我追問一下 吳老師為什麼你要勸定偉 暫時放棄那個舞蹈方面的在今 不是放棄 當他的歌曲已經足以溫暖人的時候 足以打動人的時候 而這一切的話 成為他的一個翅膀 成為他的一種 可以戰勝別人的東西 其實他戰勝別人的東西的話 要舞蹈的話 我覺得現在還不足以在歌壇 能夠真正取得他想要的聲音 來 接下來我們請出MIC 因為MIC要和我們的周定偉 一起來聽分數 好 周定偉的分數對於MIC 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周定偉超過他們的話 那MIC要繼續留在代定區 但是如果定偉的分數沒有超過MIC 定偉就要到代定區等待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評委老師 到底覺得哪一個表演更成熟了 好 我們期待一下分數 馬上就要出來了 各位評委老師 請亮分 同樣 定偉也有他的人氣的起始分 包括網絡和投票的分數 剛才MIC是86.9分 周定偉是不是能夠超越86.9分 好 我們看到李健老師給出了4分 李全老師給出了4分 武周彤老師給出了4分 最終的得分是 84.5分 雖然沒有超過MIC 但是要恭喜定偉 因為這是一個不錯的分數 接下來還有4組同學沒有表演 你覺得你有可能從代定區走出來嗎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 我先在那邊好好想一想吧 好 那我們請周定偉同學入代定區 恭喜MIC回安全區 現在周定偉同學已經在代定區等待 其實看電視的您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幫到他 沒錯 也很焦急好不好 那喜歡周定偉的朋友們 現在就可以發送周定偉 學員的姓名到10658830 就可以下載到剛剛他演唱的這首歌了 您也可以登錄12530.com 官網所有學員動聽歌曲都可以一網打進 好了 誰能夠來解救周定偉呢 其實每一個同學站在這個舞台上 都不願意到代定區去 我相信接下來這位一直很努力的同學 他也是這樣想的 下面有請李軒榮同學 謝謝 數一數每天你闖見我的字數 讀一讀你的深情中有愛慕 與其辛苦又要刷苦又要埋伏 那麼何不讓愛快一點傾潮而出 比我瘋瘋狂撞不醒目 Hey you Mr.Q I need shock you的指數 點留下風符 翱翔中你加速度 你又嚇我呼呼 一生俱來的功夫 加快腳步 要嚇你結束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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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know you just because of you i know after that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hey you i need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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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謝謝薛如 謝謝我們的DANCER老師 而且你接在周定偉後面 跟你的風格比較像 你覺得待會兒你會把周定偉救出帶定區嗎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跟Judy之前就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已經比賽一路 就之前其實從 除了這個比賽之前就已經參加過其他比賽 對 然後我們都互相加油打氣 你聽聽看評委老師 因為我剛才有觀察評委老師 三位男老師看你的表演目不轉睛 而且明顯李劍老師的精神突然之間抖手起來了 李劍老師說 終於來了一個女生了 突然間 欸 那個表情不一樣喔 剛看周定偉那個表情跟看李軒榮是不一樣的 李劍老師 主持人那個觀察非常準確 我的確是這個一下精神 眼前一亮 我覺得他的表演 就從表演上 舞蹈上 都像那種音樂劇 然後很成熟 所以把我都看亮了 看亮了 那李軒老師會不會有不同的意見呢 我覺得你就像 我小時候那個班級裡面 那個成績最好的班長 那個成績最好的那個學習委員 你知道在舞台上的那種表演 中規中矩 然後一直笑容可矩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做到 觀眾認為真的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可是在我的心目當中 你知道 一個真正的男生是很難被這樣的女生打動的 所以我覺得你有非常好的潛質 其實你的聲音也不錯 你的舞蹈也不錯 可是你的銳利的個性的那個風格到底在哪裡 所以你在很多的在未來的這個事業的道路上 可能你要更多的融合在音樂裡面去 你要把你的個性更好的融進去 而不是只是成為一個最好的表演者 舞蹈彤老師 當我看到你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像是一個美麗的漩渦一樣 就很容易把人吞吞進去 但是你當我閉上我的眼睛 我馬上又出來了 如果說你要用這種甜美的可人的東西 我希望你能夠通過你的聲音和形象的一種統一去塑造 而不是說只是看到 而聲音方面呢 好像和這個形象呢 還有一點點不是非常吻合 我想老師們指的可能是個性化的一種培養吧 好 謝謝我們三位老師的點評 老師的點評都很犀利這次 對對對 學到很多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一段非常緊張的打分環節 來 有請周定偉同學 那剛才周定偉同學的得分是84.5分 軒榮是不是能夠超過這個分數呢 各位品味老師請亮分 李軒榮會不會取代周定偉進入代定席 排名靠後的李歐和朱一偉 又會用什麼樣的表現絕地反擊呢 尼姑明星學院精彩稍後繼續 那剛才周定偉同學的得分是84.5分 軒榮是不是能夠超過這個分數呢 我們看到李建老師打出了3分 李全老師3分 武周彤老師4分 專業老師的給分不是特別的高 現在分數超過了80分 能不能超越84分呢 打12了 83 再往上一點 這一分很關鍵會不會有所變化呢 所以李軒榮的最終得分是 鎖定在83.7分 非常遺憾啊 就以這個連1分都不到的差距 那定偉有什麼樣的鼓勵要給軒榮 軒榮 不用擔心 我相信以你的實力 我們還是會繼續比下去 謝謝謝謝 那我們請軒榮入代定區 謝謝謝謝 繼續加油喔軒榮 也恭喜周定偉進入安全區 請進擊 其實我覺得越到後面越緊張 表演同學越來越少了 所以只有抓住每一刻在台上的機會 盡力的發揮自己 接下來我們要請出的是 中舒淇同學 背景我的新朋友 用音樂說hello 不做Party anymore 腳躍很快鬆 音樂在之前跳躍 我總是隔著不了 不要想來告訴我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趕著 扶捨卸我的身邊 雙層美麗蹦蹦蹦 Lashie Dora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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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了進後樓 準備跟世界直線走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just wanna feel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feel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just wanna feel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feel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不管算七二十一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我要感觉感觉飞 I just wanna play 不管算七二十一 我要感觉感觉飞 I just want to run away 不管算七二十一 我要不断的超越 I just want to run away 谢谢周淑琪 那我们要问一下伍周彤老师 舒淇的表现我看过很多次了 每一次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她就像是一个小魔女一样 现在的一些音乐方向 包括造型 包括的一些音乐的表现形式 会不会让人感觉有些走火入魔的可能 就是让我会有一点点担心 我特别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特别特别 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音乐精灵 而不是一个小魔女 让人觉得会觉得有那种感觉 李全老师 他有没有让你想到小学时候的班长呢 我就想到两个字就是很棒 谢谢 我觉得刚才伍老师他担心的那个问题 我也担心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这次有机会做唱片的话 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你的唱片公司吧 那接下来要提醒所有喜欢舒淇的朋友了 看电视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线就可以发送 舒淇的名字到10658830就可以下载到 刚刚她演唱的这首歌曲了 您也可以登陆12530.com 还有我们的官网所有学员动听歌曲 都可以一网打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上轩荣 刚才轩荣的得分是83.7分 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老师准备好 请打分 分数很快的超过了60分 好 各位老师都分别亮出了分数 轩荣刚才的得分是83.7分 现在已经超过了83.7分了 那最终我们的舒淇会拿到几分呢 恭喜舒淇 83.8分 谢谢 根据这样的分数 0.1分之差耶真的 轩荣还要继续在我们的代表区等待 今天我们一共是六组同学 谢谢还有 那接下来已经到了第五组 接下来还有两个同学 一位是李欧同学 还有一位是朱一伟同学 李欧同学大家都知道是风格很强的一位同学 朱一伟同学也是一位唱将 那我相信呢 现在轩荣坐在那里的心情应该很忐忑 来我们先请出李欧同学 李欧你是第五组 跟那位妹妹熟吗 我特别熟 因为那个在过春节之前 他送我一本他写的书 我才知道他就是非常不容易 从小他的母亲把他和他小弟弟给培养 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们家条件不是特别好 都是靠虚荣的努力来养家的 他的兄弟得需要带甲枝 因为正是处于生长期 他每个阶段都得换甲枝 所以需要很多的费用 真的我真希望他走得更远 不行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上那里边做的 让他回来都行 我们一起上了十一堂课 轩荣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故事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谁走到最后是胜利 而是珍惜在舞台上的每一刻 老班长加油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欧 希望今天你有好的表现 当你从水梦中醒来 我余生在茫茫人海 任眼泪在寒风中摇摆 我的青春是一米灾 而变得如此绚烂多彩 我毁 Stirup 喵茫茫 让你收声 一架 cookies中摇某 lane 再见 爱人 你若想我就对自己好一点 再见 爱人 你若爱我就对自己再好一点 当你从水梦中醒来 我余生在茫茫人海 人眼泪在寒风中摇摆 我的青春是因你在 而变得如此绚烂多彩 原谅我不能给你 你所向往的未来 再见 爱人 你若想我就对自己好一点 再见 爱人 你若爱我就对自己再好一点 再见 同学 你若想我就对自己好一点 再见 再见 朋友 你们若爱我 就对自己再好一点 我的青春是因你们在 而变得如此绚烂多彩 为什么今天会选这首歌 因为大家实力都非常强 而且我跟舒淇宣容都特别好 舒淇每天见到我 就是欧爷看我跳舞 还看我唱歌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 他们都是纯爷们 舒淇也是纯爷们 除了舒淇和学习都是纯爷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实力都强 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再给台上唱歌 所以我选择了 再见这首歌 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在我们的舞台上 你觉得有收获吗 非常有收获 觉得我说话比原来快点 我们来听听 理论是一个 其实很有个性 他的音乐跟他人 他说话方式都是一体 都属于你自己 其实这个是在这个 歌手传atnaires最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声音 远程你的自己的作品 是最没问题 是最好的 我觉得你 不一定那么悲观 所以一定要离开这平台 我觉得你有很多希望 谢谢老师 李全老师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有可能你刚刚唱这首歌 你也知道 可能在我这儿的分数不会太高 而且你也受到情绪的影响 但是我刚才也受到你的影响 我非常激动 从你身上看到 我们每个做音乐的人 其实我们从小都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继续做一个好人 谢谢老师 欧颜如果今天真的是你最后一次 像你说的在舞台上唱歌 明天你会干什么 明天 继续喝酒是吧 也不喝酒了 明天睡个好觉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轩荣 和欧颜一起来听分数 轩荣刚才的得分是83.7分 李欧会不会超越这个分数呢 各位评委老师 请亮分 李欧能否凭借令人感动的歌声晋级 这会不会是排名最后一位的 朱一伟的告别演出呢 到底谁会最终告别蜜姑舞台 蜜姑明星学院下节为您揭晓 薛荣刚才的得分是83.7分 李欧会不会超越这个分数呢 各位评委老师 请亮分 李建老师给出了四分 李全老师给出了三分 武周童老师给出了五分 最终得分到底是多少呢 现在 现在分数已经到达了82分 还会往上跑吗 李欧的最终得分会是几分呢 82分 这条一案比轩荣少了一点五分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什么 不知道他真的有看我的书耶 因为一般人拿到我的书应该都只是看图片 可是他真的有把里面的字都看完 我真的很喜欢听他唱歌 每次 因为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我都会 我跟他都是蛮早就到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会拿一把吉他 然后说欧耶你可不可以唱歌给我听 就是你的原创歌曲 然后每次听我都觉得很感动 欧耶你永远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请李欧同学进带地区 也恭喜轩荣回到安全区 轩荣继续加油 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组同学 那就是朱一伟同学 也就是说 朱一伟同学和李欧同学 今天两个人中 必定有一个人要离开这个舞台 来 朱一伟来 今天朱一伟被水一战 准备拿出什么样的歌曲 我唱一首自己的原创歌叫 《忘记》 来 加油 来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恆的时间 加回忆连着线 有谁敢希望期 当往事成追忆 无力挽回 让他藏换心底 忘记 说起来荣幸 只能潇洒的如此彻底 忘记 往下很容易 谁能清醒的如此彻底 永恆的时间 加回忆连着线 永恆的时间 加回忆连着线 因为你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其实这个话 也想跟李欧 跟在场的所有的朋友在说 我觉得你们都是 未来在这个唱片界 应该有一席之地的人 作为我一个歌手来讲 我希望 如果你们今天 不论是谁胜出了 无论未来你们 谁成名了 你们千万不要忘了 你们对这个乐坛是有责任的 如果在这个乐坛上 多了一个有才华 有责任感的人 就会少一个 哗众取宠之辈 所以刚才你们在互相谦让 没有错 那个是人情 你们可能有的时候 会觉得这样的比赛 可能会太过残酷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一定要拿到这样的资源 一定要去做出很棒的音乐 这样才是对得起 我们所有这些做音乐的人 所有这些观众 让他们听到更好的音乐 好不好 一位 谢谢雨萱老师 谢谢 那在这里我们再次请上李欧 欧爷 跟你同一请示的兄弟 一块听分数 刚才李欧的得分是82分 到底谁走谁流 交给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决定 各位老师 请亮分 朱一伟的分数 会不会超过李欧的82分呢 在这两位实力唱将当中 哪一位 今天将会是他的告别演出呢 我们看到 李健老师给出了5分 李健老师4分 武周童老师5分 总得分是 85还在往上 85.3分 恭喜朱一伟同学 在比分上胜过了李欧的同学的这个82分 今天我们要和一位很好的音乐人告别 先恭喜我们的朱一伟 来请进入我们的安全区 我觉得欧爷啊 明天他还继续会走他该走的那个路 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因为在下一场比赛可能 我看不到这个 喝了一点小酒 在台上尽情唱歌 唱着唱着还能锤打自己的欧爷 我代表MIC 我想说几句话 当我来到这里面 我听过欧爷的歌 我第一次跟我的朋友说 我跟我这几个歌兄弟几个说 我说 哦 我说原来真正的原创音乐是这样的 我听过很多原创歌 但没有说是能打动我 但欧爷打动我们 打动我们在场所有一个 所有任何一个人 那我觉得他的音乐是最成功的 谢谢 欧爷我觉得你尽到了一个做班长的责任 不仅自己要把路走好 还要提携弟弟妹妹把路的方向走对 那在这里 定伟 定伟是和欧爷截然不同风格的一位 来有什么话对欧爷说 我就觉得这个大哥哥非常的温暖 虽然他每次也会喝点小酒 我都在旁边观察他 但是我觉得每当欧爷一上场唱歌的时候 他的那个现场的感染力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歌手 有这样子的感染力 能够认识欧爷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其实我们迷雇明星学院啊 还会继续的举办下去 但是欧爷你知道吗 有一点是永远大家不会忘记 我们第一任的班长叫李欧 他是一位很棒的音乐人 是 来还有 不太爱说话的舒淇 欧爷我们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我们全场 一起对欧爷说加油好不好 欧爷 加油 加油 忘了我 baby 忘了我 baby 我忍住眼泪 对你说不后悔 忘了我 baby 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咪咕礼物要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只要你下载歌曲就可以获得分贝 然后登陆12530网上商城进行兑换 下载歌曲的方式很简单 可以上12530网站发送歌曲到10658830 手机拨打12530999 或者通过音乐随身听 咪咕播放器下载咯 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告个段落 在这里做一个预告 从下周五开始 每周五晚上的9点15分 请大家关注咪咕明星学院 不仅要关注我们的同学 因为还有神秘嘉宾 譬如说想周杰伦有可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再次请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加油 也恭喜你们进入到我们咪咕明星学院第一班的舞强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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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